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流浪40年了 那时摩西差不多走完他人生的最后的这个尽头的时候 这40年里面呢 那一代的人不相信神应许之地的人都死光了 亚伦也死 亚伦也走了 剩下摩西结束那个不幸的一代 那一天是摩西的最后一天 他人生的最后一天 我们来看生命纪34篇 看的日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给你看摩西最后一天他做了什么 他人生最后一天 我们一起来看34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摩西从摩亚平原 登尼波汉 看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林 耶和华把激烈全地知道他 拿佛他全地以法连马西的地 由他全地知道西海南地和中树成耶利哥谷地的平原 直到所有都指给他看 耶和华对他说 这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亚各奇事应许之地 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公民 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 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 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这是摩西最后一天上帝叫他说的事情 摩西不是因为 wegen摩吗 呢 只不过一摇之眼欄遇到了 cabeza 只不过一摇之眼没有了 哭子眼了 哭子眼了 为什么isan 某些人经过了应许之地,我跟我说 花也丢,家也丢 大家说,花也丢,家也丢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只是你咬字眼而已,这样的话就可以过去,上面说的都不痕迹 为什么那一个时代里面没有人禁,包括摩斯也不能够禁 从这个事件上我们写到什么,写希老什么教训 既然上帝应许了,上帝都应许了,为什么不能够禁,上帝应许了 为什么不可以禁?为什么我们禁不了? 很简单,他们不顺服上帝 新的一年,在这五十年的洗年里面,我们要抬高我们的心态 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神的,阿们 思想想看,摩西是一个和上帝面对面说过的人 他是上帝的朋友,圣经说摩西死了之后 上帝再没有,星期第二个像摩西一样跟上帝面对面讲过的人了 这样孤独特,这样宇宙不同的上帝中的古人,也进不了的应许之内 他犯了什么错?他不相信上帝 你记得吗?有一次百姓在我们背没有水河的时候 那么上帝说,你对着石头说,叫吩咐石头淋出水来 可是摩西不相信,摩西之前他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第一次百姓没有水河的时候,他用那个,他的掌撬打那个石头,水就流下来了 第二次,我说上帝是创新的哦 上帝说,同样东西,上帝没有用两次的 他说,这次这样的东西,你对石头说,天天摩西 他不相信他,因为这东西不相信他 上帝说,你不能只有我们的应许之内 神创新的,像这一样,从别国有网到的,一样 罗马说,哦,这formular,等着是第一位 上帝不做formular的,错了,上帝不做formular的 因为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他被拒绝了 更何况,当我们不相信神的应许,情况会有过到 许多时候我们还说,为什么上帝不在我神明做公民 上帝应所应许的,都写在这一本书上了 因为我们不读,也不去翻查,我们就错过了上帝做公的机会 所以,买完,看着,中间的乎都写在这一本书上了 就写在这一本书上了 新的一年,新年之后,你要改变你的状况 开始寻读圣经,如果你不读圣经 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神在做公呢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解论 你今天被上帝拒绝,不是因为人 你被上帝拒绝,不是因为你的无人 你被上帝拒绝,不是因为你不读圣经,你不读圣经 你不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你不读圣经 不是这么样的,你只有一件事情 被上帝拒绝,不相信上帝应许 从今开始,我们不经的,作为圣徒神的人 也要做一个,相信神的义士的人 今天早上,来到四个月了,我会很快的 我会给六个属于这些分析 怎么样进入,进入这十年后,我们要做的六个东西 第一个,发现我到,发现我接下来 对毛形压,对毛形压,没有移椅 太过去